中正区新丰街麦当劳前面因为山坡地形导致行人路面 都是楼梯而且高低起伏大 基隆市议员许瑞茨表示 新丰街周遭住户高达6000多户 人行空间不足 20多年来民众被迫与车争到 因此特地邀请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以及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和台电公司一起会刊 争取改善无障碍人行通道 让民众走得更安全更安心 那新丰街的全长大概1.5公里 那这两侧的住户高达14000多人 那这样的住户这么庞大的情况下 车流量也非常的大 新丰街又属于一个下坡的路段 在我身后大概长达200公尺 它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电感 其实这里已经没有人行到的一个空间 那汽机车也缺乏了停车阁的一个规划 所以机车都会沿着红线停放 也就是行人没有空间可以走 汽车也没有空间可以行驶 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感是务必下地 它是从251项开始到下面的162项 整段其实都问题非常的多 已经长达了20几年了 那去年我在竞选的时间扫街败票 在走这一段新丰街的时候 其实就差点被车撞飞 因为根本没有行人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一当选第一个提案的就是将新丰街的交通问题 沿线进行通盘的一个考量 包含适当的路口行川线的一个规划 全线的智慧型号制灯号 以及沿线的友善行人空间的一个规划 还有行人的友善停等空间区域 都必须通盘的考量 那很高兴瑞慈在第二个任期 任期的第二年就能够引来我们市政府的一个重视 跟区域民带的一个重视 再度的关注我们新丰街的交通问题的一个改善状况 许瑞慈的建议也获得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的承诺 将协助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分阶段让新丰街电感全面地下化 我想许瑞慈议员上任这一年来 在选前选后都非常用心的关怀 关心新丰街的整体发展问题 交通动线的问题 那也给市府非常大的压力 这一年来咨询了非常多次 我想终于在这两天获得市府的正面的一个回应 那我想这个是整体的规划计划 因为昨天市府大概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短期计划 我想我们应该做一个长期整体的配套 对社区未来的发展 还有新丰街整体的一个规划都会更完整 那我想瑞慈议员也非常关心这一段 我们大概在整体经费部分 因为它现在规划的是一小段的人行道 那我们当然要求说我们台电呢 未来跟公务处大家共同 是用全段做一些整体的讨论 那包含电感下地的部分 因为电感下地目前 如果是电感下地的设置办法是 市府一半台电一半的预算 那光这个部分我想我会希望争取中央来支持 台电来支持我们全段下地的这个费用 会由台电全额来负担 全段哦 争取这个全段 然后公务处就专心的跟中央 包含银件署等等单位 来争取相关的经费 那个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帮忙市政府来协调 我想中央一定会大力的来支持金融市的一些改造跟发展 弥补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个设计的缺失 或是没有长远的规划的一个角度 那我想刚好我们现在赖清德总统也是大基隆的子弟 对基隆的照顾绝对不遗余力 所以只要市政府提出计划 相关经费我想我们都会议长市都会来协助争取 议长同志委认为新峰街无障碍人行空间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改善 第一个阶段先进行新峰街251项到162项路段 电感地下化以及行人空间拓宽工程 而第二个阶段则需要针对新峰街全段进行评估规划 推动整条新峰街都能够完成电感地下化和人行道拓宽 释放人行空间真正打造无障碍人行步道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